所以天上地下各家都从他得名 这个得名啊 这言文叫做onomezo onomezo的意思就是被命名的意思 所有被创造的东西都是从创造主得名的 所有被生的都是从生者得名的 从他得名的意思也就是从他得福的意思 同样意思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名分 今天你是上帝儿子的名分 所以你就有蒙福 如果你不是上帝儿子 你不要讲祝福 你希望祝福吗 你有祝福在你生命当中 你必须是有名分 这个名分就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今天我要draw你 attention 要你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 今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人都很讲名牌 很讲名 哇 古记的吧 哇 什么 我没有用名牌 很少用名牌 哇 那些都讲名 你知道你追求那些名牌 都是人的名牌 什么LV啊 Luis 我没有用 我不知道怎样 就是LV的意思啊 这些都是人的名字啊 好不好笑啊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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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时候 真的是我真的有这种很深的感受 我就跟你分享 很多我们啊 我们没有自信到一程度 如果我们自己的名字都不用 用别的名字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才觉得自己有自信啊 哎 我穿LV啊 哎 我用coachie的包 才觉得你是有standard的人 你知道这些所谓的名包 所有的名牌 都是别人的名字 你知道吗 你要拿别人的名字 套在你自己的身上 才有才能够觉得 哇 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可怜的 所以我不追求名牌 不是因为什么 如果那个名牌的quality很好 让我用我就会买 但不是因为这个名字 哎呀 我很喜欢LV的 我就拼命买一些LV的东西 这样的追求 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 然后呢 世界上都追求啊 就疯狂的 罪名助力 可是啊 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啊 圣经告诉我们说 天上 地上 各家 都是从他得名的 onomezo 意思说呢 你在这个世界上啊 不管你有名字有多大 你的名字有多响亮 也只是 过远云烟而已 就是一个战士而已 你的名字不会带到天上的 因为呢 上帝做一件很讽刺的事 就是你回到天上的时候 上帝亲自给我每一个人 新的名字 是你和我都不知道的 我现在叫Michael 回到天上 不再叫Michael了 叫什么名字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说牧师那里 那里谁讲的 那里有 我给你看圣经里面 启示录第二章 十七节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百石 石上有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能人认识的 上帝说 回到天堂 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你不再叫苏贞了 你不再叫韦伦 你不叫Barnitas 你不再叫Janice了 你回到天堂的时候 上帝有给你 特别的名字 这名字是上帝 定的给你 所以何必在世界上 追求名利呢 追求名呢 这名字是暂时 在地上用罢了 回到天堂 上帝有给你一个名字 是呵护你的名字 是跟你的个性 跟你的整个人有关的 所以名字 只是一个代号而已 我今天Michael是一个 人家容易称呼我 Barser Michael Barser Michael是这个胖胖的 戴眼镜的这样的人 是一个代号而已 但是名字呢 是上帝给的 一天回到天堂的时候 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看下去 所以不要追求名利 不要追求名 在这世上的名 我恐怕 我最怕的是什么 你在世上追求名利之后呢 回到天堂你什么名字都没有 这才是恐怕的 然后保罗 祷告的特色是什么呢 保罗祷告的特色是绝对是属灵的 他关切的是信徒的 属灵的光景 而不是物质的享受 然后保罗的祷告 跪下七夕祷告的是具体的 他祷告绝不是一个空发的祷告 而是非常具体 有内涵 有内容的 保罗祷告 基督徒处理生活的难处的时候呢 这方式 并非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我遇到什么问题 我要用step one 二三去解决 不是的 而是先对付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 今天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要想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 是不是我的属灵生命有了问题 而不是找很多的方案来解决 一切的一切的生活习惯生命 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关 所以呢 基督徒要对付难处的方法 就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献起这个抵抗的人力 如果你没有这属灵的抵抗人力呢 讲什么东西